最精彩 最专业 阵仗最大的新北市国际街舞大赛又来了 文化局方面宣布从即日起开放民众网络报名参赛 并且也表示今年的奖金还有奖品总值将近百万元新台币 有兴趣挑战高额奖金和奖品的街舞高手们 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难得机会 在26号的记者会上市府文化局表示 新北市国际街舞大赛已经连续七年在板桥起跳 除了国内预赛外 今年更走出台湾横跨欧亚与国际街舞组织合作 举办德国 日本 香港 澳门 辽国等多场的海外预赛 我们的国际街舞大赛办得一年比一年好 今年是第七年 然后我们比之前的规模都还要大 我们今年的奖金大概有八十万 我们刚刚主持人已经说过九十万 我们要到办理七个境外的预赛 冠军 我们还要送你出国比赛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台湾地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朋友 非常热爱这样的活动 而且他们真的跳了十几年 像我们的小陶啊 几个老师 其实他们都是早期在板桥练舞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还特别加码 就是把八对八的第一名跟法国的谢乐成 一起办一个总决赛 记者会上活动宣传片首都曝光 荷兰 韩国 加拿大籍的街舞世界冠军 在板桥 林家花园 四三五一文特区等景点大秀舞技 号召世界各地高手决战新北市 我们有非常完整的配套措施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来参与 文化局表示 这次街舞大赛将与法国方面合作办理台湾预赛 八对八赛事冠军可以取得法国来回机票 以及谢乐成霹雳舞世界大赛的决赛资格 代表台湾远赴巴黎参赛为国争光 街坊将视频长报道